三浦,歡迎大家來到9月11日晚上的三浦論席 我雖然在外面,但我想都沒有日為止和大家聊天 我想這件事是很開心 看到很多人留言支持,問候關心 我覺得非常感謝大家 當然大家猜到我今天說什麼呢?美國大選 美國大選的電視面論 就已經9月10日的美東時間的夜晚9點鐘 即是在台灣或者香港時間的11日上午9點鐘舉行 我在外面,早上起床就會看回電視辯論 即是網上直播的辯論 這個辯論是相當重要的 整體來說,我的看法是什麼呢? 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這個之前都是徹底講的 好了, comment, share,subscribe,youtube,patreon 看所有廣告 還有你用SoulFance Function贊助支持本人 多謝各位 這次辯論的結果,我總體的評價就是覺得 好像兩方面的變才都有各自的特色 但是細心看下去呢 Carmen Harris說的話呢 是花言巧語 擠眉弄眼 搓手弄之 講一大堆表面的數據 但是他最重要核心的部分 不要講到 空心的 特朗普說的話呢 可能你會覺得 嘩,好 勢力 咄咄逼人 不留餘地 不留情面 但是呢 他說的話呢 入獄 重點 亦都是 講到常識 和專業方面 應該做的事 特朗普有沒有一些地方 偏離了常軌 說了一些 多餘的話 或者有一些引起 大嘴巴 引起爭議的話呢 一如既往 有 但你問我 無雙大雅 哪個高分 哪個低分 剛剛幾句話 高下立見呢 即是我想這件事 大家看得清楚 哪個才能夠做三軍統帥 才有資格呢 去做這個呢 美國的總統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到呢 現在的情況 已經去到這個呢 非常關鍵的時刻 未來會不會再有更多的辯論呢 Carmen Harris邀約 要再變一場 今天特朗普就說 啦啦啦啦 看你就是覺得第一場變輸了 就是剛剛今天這個 9月10號 美東時間 就是我們的11號 這場辯論你變輸了 於是乎你急急的 要變第二次 那這個就是呢 就是特朗普的解讀 但無論如何 我想就是說 我可以這麼說 Carmen Harris的表現 是肯定比拜登好 這個所謂的表面的變才 但是你說這個變才 它能不能夠回答到一個問題 No 它能夠解釋清楚它的政策 No 我一直這麼多的節目都說 哈里斯一直沒有辦法 講清楚它的政黨是什麼 我舉個簡單例子 美國要不要撤銷 或者減少對中國徵收的關稅 它不斷信誓旦旦說 這件事會重創美國的消費者 所以特朗普在這個地方 沒有撤銷下去的 如果是我的話 一定撤銷下去 一句到尾 取消 還是不取消 限制還是不限制 Yes I know 要逼它回答這些問題 但基本這個辯論就沒有 那我想這些情況有待 未來更多火花會拆出來 那麼這場辯論 CNN CNN 就是台灣的CNN CNN的辯論 指 那個情況指出 民意調查顯示 63%的受訪者 認為 Carmen Harris 贏 接著 37%認為 Trump 輸 那麼相對於 上次的結果 67%認為Trump 贏 33%認為 拜登 這張書 基本上是覺得 完全剛剛逆轉 接近逆轉 那麼這個逆轉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所有這些民意調查 可以在辯論結束之後 幾個小時 訪問千多人 做一個極沒有代表性的sampling 公佈的東西 CNN 可以說話 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你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有道理的呢 就是看回國路評論人 那個看法呢 就是海之一二 就是我們會講到 我先講一下 今次辯論的一些重點 那麼 這一次的電視辯論 一開始呢 Trump 就是ABC 這個在廢城 就是國家憲法中心的電視辯論 Trump一開始就針對經濟政策 展開猛烈的攻勢 指責Harris 缺乏因應 通貨膨脹 和改善美國經濟的具體方案 在關於經濟議題的論述裡面 Trump表示 哈利斯根本沒有計劃 他抄襲了 Joe Biden的計劃 那就好像 啊 Run Spot Run 即是呢 美國有一本童書 兒童讀物 就在講 小斑點 快點走 Run Spot Run 即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緊緊 沒有自己的意見 哦 我們會試著降低稅收 啊 他沒有計劃 看看他的計劃 他根本就是no plan 什麼叫減低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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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今天你的具體計劃是什麼 一天講到 學校就猴有儀式的給二萬五千元美金去買樓 手扣軸 二萬五千元美金可以供多少的首期呢 各位這些基本上就是 騙鬼吃豆腐 引人落搭用 房屋貸款 即供樓 來套路 一個人 的一生 是不是應該要做呢 所以我就說 今時今日這些東西 只用常識就知道 他整盤計劃根本沒有可能 但又要增加各方面的福利 那些錢從何來 特朗普就說福利維持 錢從中國來 你就批評特朗普 不可以就是 左派就批評特朗普 不可以在中國那裡 徵收關稅 因為會重創消費者的情況 那我問你 錢是天上跌下來的 你那些 什麼 Affordable Care Act 是吧 你那些所謂的 維持各方面的福利 甚至是免除 學生的貸款 這些錢 我想請問你在哪個地方來 對最有錢人的徵收稅項 那很簡單 如果這樣 會導致到很多優秀的企業 商家 離開美國 或者用各種方式來避稅 而他們一直在這樣做 各位 你以為這些方式可以避免得到 這些最有錢人去避稅嗎 去交稅嗎 No 一直以來 很多offshore的 tax haven的tax structuring 這麼多年來 幾十年來 都是這樣做的 最有錢人是你沒有辦法徵到它 實質上的費用 那你徵到什麼呢 中中上產的費用 而這班人就是成功者 他們徵收50%60%的費用 抵消了他們在美國上努力的誘因 那這些人才會到哪個地方呢 另外就是說 今時今日 你要徵收這些稅用 你可以補貼窮人 即是叫做打土豪分田地 美其明說財富重分配 美其明說劫富製貧 或者叫做 有個責任 好像社會民主主義 或者民主社會主義 福利主義國家說 要劫富製貧 各位 這樣的教法 搞到國家積弱 你的國家的科技發展 你的國家的創意 一定會外流去到其他國家 那些稅率會這麼低 他們更加想到地方發展 一個政府應該做的 是掠一些極權國家 專制國家 消去我們國家的費用 這個就叫做關稅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這個就是真正的tax not tax on自己人 無論貧富都不tax 你tax on外人 這叫中國人 這個才是厲害 你說去到最後 會不會只是產業脫歐斷鏈的 行 其他國家給呢 或者歐洲國家要給這筆錢給美國 所以中國或者其他國家 也中國也會透過其他國家 轉第三國家來做這個輸入美國的方法 浪高了價格 這個情況也都要pay billio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America 所以整個情況 你要看到 中國付出的成本會增加 而這個東西 表面上會造成脫歐脫鏈 實際上會造成 中國用第三國 再將這個貨物 賣到美國 而整個價格會浪高 整個總量會減少 而tax也都繼續維持 換言之 繼續有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進來 而美國的產業 可以跟流美國 made in America的東西 會這麼多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未來的情況嗎 特朗普正在做這件事 Harris呢 不是 他說呢 要減稅 減稅 減稅 減多少收入之下的人稅 減多少收入之下的人稅 那增加的稅 在哪個地方拿呢 要從美國裏面的有錢人拿 那你覺得一個人 要從美國有錢人拿稅好 還是從中國拿稅好 從歐洲 從日本 從其他國家拿稅更加好呢 你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當然是後者不是前者 你想一想 哪個是對美國最有利 是不是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說 Harris是反駁的 他說呢 特朗普你沒有為你自己制定任何計劃 喂 當然啊 計劃經濟才需要制定計劃的 你是Kamela Harris Kamela Kamela Communist Marxist Economist 當然是你的老爸 叫做什麼 Donald Harris 當然 你自己本身要制定計劃 你說 特朗普沒有為你制定任何計劃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Tax China 你也聽不到 是不是 看一下他的經濟計劃 這個Harris說 全部特朗普都是為最富有的人去做新訂造的 OK 這個他說呢 這個是要不得 這件事他們不會支持的 我提出的是我講的機會經濟 opportunity economics 是Kamela-nomics Kamela-nomics 那不是Bidenomics 是Kamela-nomics 是Kamela-nomics 這個機會經濟 如果是這樣 Why not done three and a half years earlier and even throughout these three and a half years 是不是 這個就是在closing statement裡面 特朗普一開始已經重跑罵他了 三年多以來 你基本上什麼都沒有做過 那麼這個機會經濟 就是學一些所謂中間派右派的方法 就說呢 要提供機會 我們要機會的平等 不是結果的平等 但事實上 這些所謂的green new deal 所謂的no fracking 所謂的 這些所謂的planned economy 甚至無邀 價格管制 價格要管制 他想Sherman Act 用Antitrust的方式 管制一些 K營地高的價格 以任他決定的 這個情況呢 很多人怕 諸如此類 這個不是機會經濟 這個叫計劃經濟 這個計劃可能强 可能弱 但本質上都是計劃經濟 有很多人都批評說 你講一下 Kamela-Riles Harris 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你言過其實了 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 有程度之分 如果去到什麼蘇聯 中共那種 那是極左 如果你今天 是向這個方向發展 在美國這個傳統裡面 最先 最向這個方向發展的 就是美國裡面的極左派 你說他這種民主社會主義也好 或者叫馬克思主義也好 其實這個本質是一樣 本質就是人定勝天 人決定所有的東西 而不是等神決定 人決定的東西 必定是要繼續有人生的 對人的本性呢 是有比較善良的預測 然後通過一個大的計劃 希望財富重分配 透過有高權的人 作為一個動物農莊的主人 然後看這個農莊 那個財富各方面 你自己換心自問一下 這麼多年以來 十多二十年三十年以來 很多重要的發明家 或者很大重要的公司企業 賺錢最多的 最好的科技 最好的人工智能電腦 或者醫療技術 或者生化的一些食品 醫藥在哪個地方 不要再跟我吹 Vienna Germany Paris It's Game Over OK 當然不學問法 Game Over 真正的地方 真是要知道的呢 就是在美國 歐洲是因為這個福利主義的捆綁 收到整個墜落 這個情況 戴翠爾夫的人 救過英國 但現在呢 又傳傳回頭 美國反而一直是跟著這條路 民主黨是希望呢 急速左轉 由Clinton少少 奧巴馬多多 然後可能去到拜登 又是維持這麼多 跟著你 Carmen Harris可能更加左 是不是我們要的社會呢 你說的Progressive 你說的Laptist 是不是經得起哲學 經濟學 經濟學 政治學 的辯論呢 我想這個我很歡迎和一些 左派的人公開去討論這個問題 正在這個節目裡 我跟你說 他們是做錯的 OK 這叫所謂機會經濟 他說美國 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經濟學家 都審查了我們各自對美國未來的計劃 他說 就要找一些專家審查了我們各自對美國未來的計劃 這個是很荒謬 真正的地方就是說 Trump都說過很多經濟學家支持著他推出的政策 Carmen Harris認為他沒有計劃 但是Trump就反順相機 批評真正的經濟學家支持這個計劃 就是你無論是古典的學派 或是芝加多學派 或是海恩師學派 海恩師是比較左的 即他是比較偏左的 他要求政府干預 但是你譬如說芝加多學派 譬如說Cospirum 高斯定理 或者是講一些 基本的古典主義的經濟學 基本上崇尚 漢不見的時候 Adam Smith 基本上是可以 即是自由的市場經濟 而不可能去做一個 財富重分配的社會主義制度 如果你要明白這件事的話 可能要詳細跟大家講一下 人性和各項社會 各個歷史不同的國家做過的實驗是什麼 OK 在這個地方 Trump就批評拜登的政府政策決失 現在未對現的承諾 強調如果Harris當選總統 也將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他說我們不用討論這些 因為他永遠無法做到 就像他永遠無法解決學生貸款一樣 他們無法解決學生貸款 Trump繼續說 他們嘲弄年輕人 和很多其他有貸款的人 他們永遠無法讓這個方案獲得批准 所以他說要提交國會都沒有用 因為國會一定Split 無論是House或者Senate 基本上不可能一個政黨橫掃 尤其民主黨 這次一定會損失 起碼其中一個議院議會的多數 你想想 說的所有事情都是沒有用的 基本上真的要做到的 Trump和共和黨 如果能夠贏了這三個選舉 分別就是總統 總統副總統 參議院和眾議院 整個情況就很不同 會有完全大的政策的飛躍 我們都期待這個情況會不會出現 針對墮胎的議題 因為問到大概第三個問題 就是墮胎 這個墮胎就很有趣 墮胎其實這個問題 我會覺得根據 根據我認為 根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就說 各州決定 推翻Rovivate 你墮胎權的這種想法 聯邦不設定任何框框條條 給各州憲法議會去決定 我這個比較難做到 但基本上勉強都覺得可以接受到的方案 當然你說墮胎如果一定要有民主決定的話 本質上一定是pro-choice 不是pro-life 因為為什麼呢 被你殺死的胎兒 她們沒有投票權的 唯有是那些婦女是有投票權 那我就說 真正會 就是說 對於一講到民主選舉 這個最不壞的制度 其中一個最壞的地方 就是她會從眾 就是今天你從眾的話 一定要pro-vimin,pro-girls,pro-choice 因為她們有投票權 而嬰兒沒有投票權 你真是反對這些pro-choice的人 是那些對於生命 對於宗教 對於上帝 對於我們人生的尊嚴 是有非常大的堅持 在精神上 在哲學上 有相當大的堅持的人 而這件事 基本上是 不是自己的利益 不是自己的利益 是對於人的憐 以及對於人的尊嚴的共感 這個對狀呢 是必然會產生 這麼多年來 是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是人性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你follow God's rule 還是follow的一種民主 決定給這些婦女 可以決定自己的一系列的問題 但我們沒有辦法 世事無完美都要交給各州的議會決定 但不可以 在聯邦五十州之上 設一個適用於三億五千多萬人的框架 這一點就是聯邦最高法院非常有智慧的地方 OK Trump 事實上多年來 他們一直想將墮胎議題 由國會從聯邦政府中移除 而我們做到了所有人所說 不可能做到的事 現在人民 即各州人民 可以為他們自己走 對於墮胎議題進行投票 這個才是重點 很多的左派輿論 就說 他quote做了一些例子 就說他 要殺死 譬如說 你出生之後 要殺死的嬰兒 那你說這個情況會不會出現呢 有 曾經也有過左派的議員 即是在維珍尼亞州的一個民主黨籍的一個州長 他曾經說過 出生之後可以殺死他 provided that 他站在胎 你去殺死他 這個很微離譜 這個曾經真的有這樣的 你自己factor一下 曾經真的有這樣的 那Trump會不會說錯了 說錯了 他叫West Virginia 他沒有說Virginia 說錯了隔離州 那你說 這些所謂 非必要之點的所謂的引述錯誤 是不是真是關鍵呢 阿張貞索 這些都是禁證 而無雙大子的 即是弘子的 那既然是這樣 我覺得有什麼問題呢 真是有民主黨籍的當權者 認為 出生的嬰兒如果是K胎 你會馬上殺死K胎 我想這件事的話 你去到哪個州的法律 哪個國家的民靈法律 都有不可能的情況 而這件事是民主黨所做的事 所以他講的情況 有沒有引述錯誤 有 但是不是必要之點的錯誤 不是 OK 每個人就放在這個地方 左派媒體 希望吸引這個地方 但沒有人說回最核心的部分 由州去決定 有沒有動態權 你去Montana 你去這個Edaho 你去這個Ohio No No Ohio 未必的 比如說你去到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 No 你去到New York 去到New Jersey 去到California Yes 各州自己決定自己 你選擇自己喜歡的州去居住 OK 你問我 我是Pro-Life 但我覺得 你一定要有更大的框架 大家兼容不同的意見 我不是獨裁者 對嗎 這個方式是最好 而Trump是支持 Trump還評擊Harris 缺乏政策 聲稱他在某些議題上 越來越像他 即是說 再次指責他 根本上搖擺不定 他講的這些話 就好像Bernie Sanders說過的 他是為了Pragmatic 務實的實用主義的 他說一些你剛剛聽的說話 希望能落到中間派的 來當選 當選了之後 就回復他的真身了 是不是 這個就是 所有的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你奪到權之後 你三軍統帥 那你當然你想做什麼 余悲史子 除非你好像拜登老人痴呆 是不是 基本上你一直 你會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而後面的深層政府 更加會給指令給這個 前面捧出來的puppet 更加何以 更加可以這樣做 特朗普指責Harris 不斷改變政策 堅稱他三四年來相信的一切 現在完全拋諸老後 他現在正在走向我的理念 基本上 講的是這一套 實際上他一當選 會固態復活 特朗普就說 事實上我們本來要送他一項 讓美國再次偉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ega的帽子 接著他說 他正在走向我的理念 但如果他當選 他就會改變他 這個將會是我們國家的末日 沒有 但第一天就玩完了 第一天就已經 no fracking 即是不會再有 石油的開採 葉南油的開採 這個時候很大罪 當然這件事 Karmel Harris會否認 但是一個人 他的初衷 會很快 在他奪權之後 是由古泰鳳盟的 Trump再指控 Harris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他說 他是馬克思主義者 每個人都知道 他是馬克思主義者 他的父親是馬克思主義 經濟學教授 Donald Harris 而他教導他很出色 當然他們自己 父女之間 在教導員之後之間的感情疏離 是另一件事 我昨天都說過 你不可以說 父女完全沒有這個思想上的影響 不行 但他是不是情感上是一致一致 不是 是不是Karmel Harris 對於母親的關係更加好 比父親 對母親的關係更加好 比父親 對母親的關係更好 但是不代表 他的所有的教育 和父親沒有關係 而他在加州那麼久 他學到的一套是什麼 大家想想 Karmel Harris 先前曾經被使用抄襲Trump的計劃 要為餐廳和酒店服務員 降低小費 就是 No tax on tips 就是沒有稅 就是 貼市免稅 這個就是Trump的一個要求 但是Karmel Harris在抄 Karmel Harris 當然你是合法的 你可以抄的 證明什麼呢 哪個先行者 哪個board runner 大家都很清楚 而最離譜的一點 Karmel Harris又在這裡說 Project 2025 2025計劃 這個傳統基金會 保守派的智庫 Heritage Foundation提出的 Harris試圖將Trump 和這個Heritage Foundation 的2025計劃 聯繫起來 Trump就表示 他和這個計劃 完全無關 Harris就說 Trump打算實施一個 名為2025計劃的詳細 而且危險的計劃 而2025計劃 傳統基金會 為2024年總統大選 發起的總統過度計劃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Project 一部分 Trump是否認這件事 和這個組織有任何連繫 而他是這樣說的 如你所知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和2025年計劃 完全無關 那是他們的事 我沒有看過 我故意不想看 也都不會去看 這個是一班人 聚在一起 我想他們提出一些想法 有些好 有些壞 這個沒有什麼區別 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個坦率的人 我們都知道 我們會做些什麼 已經很清楚 屈了這麼久 你繼續屈 那些Fact Check Center 那些Fact Check 那些C失察 那些左膠媒體 從來都不會去批評Harris 的 Trump由Day 1都不Endorse 也都不會覺得 我要推動2025計劃 而且要說明 我不會推動2025計劃 不知情 不想看 不會看 那你還有什麼好說 所以這個是Harris失分的地方 Trump在辯論中 迅速將話題轉向移民 和邊境安全的問題 他回答一個 關於經濟問題的時候 表示 拜登政府對美國來說 是一個災難 然後將話題轉向 數百萬人 湧入我們的國家 他提到 這個就是移民 他提到海地移民問題 嚴重的 歐哈勒的Springfield 歐哈勒是誰人的地方 他副手JD Vance的地方 OK 那以後 委內瑞拉幫牌 阿拉瓜列車 Trenda Aragua 在公寓大樓中 製造麻煩的 科羅拉多州的 Aurora 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 Aurora 在Colorado 還有剛剛說 歐哈勒的Springfield 都會很多 出現了非法移民 出現的問題 特朗普表示 看看美國各個城鎮發生的事情 看看歐哈勒的Springfield 看看Colorado的Aurora 他們正在佔領城鎮 他們正在佔領建築物 他們正在暴力地入侵 這些就是 Harris和拜登 帶入我們國家的人 他們正在摧毀我們國家 他們很危險 他們的犯罪率非常高 我們必須將他們趕出去 並表示 Harris 用一個瘋狂的政策 想摧毀我們的國家 這個政策的說法是 他們必須憎恨我們的國家 這個就是我想很清楚的 當然 Harris又在這裡 擦手弄痴 擠眉弄眼 之後感情豐富 臨時演員都是演員 演員都是專業道德 但基本上他沒有 他繼續表現他欺負這個地方 從歐巴馬 一直到拜登 一直到Harris 他們基本上覺得 美國是一個帝國強權 要馴服這個帝國強權 這個就是對於左派 對於美國的看法 Imperialism 美帝 而他們這幫人 真是對於這個國家 有這樣的標籤 然後有或多或少的敵視 他未必很討厭想殺死美國 但對美國覺得這個星條旗 或者覺得他所有的 這個所謂的白頭鷹 是一個非常不堪的東西 他們心目中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那些所謂的 唯物辨證法 他們心目中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人造律法 用進步主義的名義 想做就去做 想做什麼 就如入無人之境 這個就是左派的基本想法 他認為用人的理性 去撐起一個 真正美國輝煌的新時代 And this is really wrong 人要尊重常識 人要尊重邏輯 人要尊重傳統 人要尊重法制 就是法治 當Kermit Harris不斷批評 Trump 違反法治的時候 請問他哪一個案件 是基本上違反法治呢 現在哪一個案件真是判了刑 是說這件事 34個Fanonist的 那件 那件事 那件事講到尾 是你基本上 司法沒有棄法的情況 而這件事 Trump在辯論上 有講得很清楚 而剛剛講到 非法入境者的情況 那麼 查經有一段 就說 吃貓吃狗 是嗎 即是說 Trump就講到 非法入境者很離譜 吃貓吃狗 那樣 當然 有些人就說 喂 這件事沒有發生過 那便查過 當地都沒有 貓狗失蹤 亦都沒有所謂的 吃貓吃狗的案件 你是不是信了 網路上的假新聞 或者迷因 他們講到 這些其實是假的 未必是真的 我想這些 如果真的 發覺是假的消息 那Trump可能會失分 但我覺得 Trump即使失分 這個都是無雙大雅的 為什麼呢 說得出這些是 barbarians 即這一群人 come from jails come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come from anywhere in the world from Venezuela from Congo when they get out of the prison 他們離開監獄 離開精神病院 由江國的委內瑞拉的 那些國家 將最壞蛋的人 放出監 全部運了美國 而在美國製造很多衝突 這件事的話 你說這群人 難道是優秀的人 這群非法警察 個個都是 加持 加財萬貫 加財萬貫的 要錢千金的 來到這個地方 智慧好 常識舊 正氣冷言 幫助美國 發展經濟 是不是這樣呢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廢話 那群人犯罪率很低的 這群人根本上沒有辦法 能夠有工作正工作的 而你給他有一種所謂居留的地方 又給不到他工作的地方 而他難民的時候 我問他可以做些什麼 你想一想 你沒有工作權 沒有讀書權 你在一個地方賴 在一個地方你直領受 聯邦政府 因為你標籤為難民 等等的審查 你給他錢給他 杯水車身不夠 我請問這群人可以做些什麼 吃貓吃狗的形象化比喻 就是說這群人 第一 沒有美國文明的洗禮 第二 這群人可能英文都不懂 第三 一件事 你英文不懂不要緊 有很多人英文都不懂 但問題就是 你今天的道德 是不是有缺陷呢 這件事你不能否認 我想這件事 是我們要focus的地方 你將這件事 好像拿一個顯微鏡 放到很大來看 就是任何人 我到雞蛋裡面挑骨頭 那這個骨頭是大一點 我沒有說這個骨頭小 但這件事無雙大雅 他要說的就是 一些野蠻的力量 正在進入美國 這就是訊息 而這件事 你不能說 那幫人 我們沒有所有的證據 說他有什麼犯罪的紀錄 They need to come in legally 這個是我們一直的主張 然後 Harris聲稱 Trump 希望對日常用品 徵收銷售稅 Sales Tax 神經病 神經病 生安白做 Fact Check Center 有沒有說 他有生安白做呢 Trump就駁出這個說法 說這個是不正確的陳述 這個是腦鬱的 Trump解釋說 Harris知道我們正在 對其他國家徵收關稅 其他國家在我們為世界 做出這麼多事情之後 終於要在75年之後 償還我們了 大家知不知道 75年之後 償還我們的是什麼呢 即是今時今日 中國和歐洲就是這樣 1945年是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概到了現在已經2024 如果1945年加75年呢 就是2020年 說得白一點 75年是說1949年之後 將1949加75是多少 2024啊 現在在說誰 中國 喂 這麼白 你都聽不明白 75年之後 要償還我們了 今天你中國 不要覺得美國欠你 幫助你這麼多 賺了我這麼多 現在是你還債的時候了 你Harris在說Trump 對中國友善 對習近平友善 你將說 President Xi was my good friend 將這些東西說出來 我覺得如果你相信 這些表面上的花言巧語 將它視為一種 好像Orphodox 一個教條 說Trump真的講過這個說話 真是讚美獨裁者的 I think you have something wrong in your own hand 你連基本的閱讀理解能力 和對於一個統治者 一個總統的基本的智商 他的目標都不清楚 Trump說得很清楚 75年之後要償還我們 哪個國家 1949年之後產生的什麼國家 自己想一想 他補充說 在某些情況之後 關稅將會很高 如你所知 我從中國那裡收取 中國那裡 收取了數十億美金的關稅 事實上他們從未取消關稅 因為這是一筆巨大的收入 就是你拜登都會 我穿規拜除 你今天Harris一直就說 哇關稅不好 關稅不好 Trump應該將他的軍 你是不是要廢除關稅 如果你說是的 說一句 不是的 說一句 現在你不說的 你是空心老觀 你是一個假人 Harris認為 特朗普的關稅 將會體現在對於 你賴以導日的日常用品的稅收上 很奇怪 這些所謂賴以導日的日常用品稅收上 如果你徵收大財團的關稅 他不會將成本轉嫁到那些賴以導日的日常用品的稅收上 他徵收那些所謂中產的稅 就叫做 我們不會通貨膨脹的 我們不會影響到日常的價格 我收中國的稅會影響日常的價格 兩個都有的 所有徵稅都會導致到這樣的情況出現 你只要收錢就會產生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要收哪個呢 你收中國 還是收美國有錢人呢 你是美國人 現在收中國的 錢是外面進來的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這樣都想不明白 主持人指出 特朗普曾經表示 他會將關稅提高到20% 怎止 對於 這個主持人有沒有做功課 歐洲的10% 中國的60%起跳 如果中國汽車運到墨西哥 再運到美國的100% 中國取消最惠國待遇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如果中國打台灣 我們會炸北京 如果中國繼續搞人民幣結算的話 100%關稅 這個就是特朗普基本的原則 如果你認為這件事沒有講清楚 你突然說要提高到20% 我不知道他理論是哪個地方 跟著主持人說 引用經濟學家對於特朗普的關稅計劃 和可能轉嫁給消費者的成本做評估 你主持人還做了炸糧 跟著特朗普反駁說 那些完全不公平 喂 今天你主持是主持會議 不是參與辯論 特朗普反駁說 在拜登和Harris的執政期間 拜哈政權的時候 美國經濟遭受高通貨膨脹 聲稱美國的通貨膨脹率 是前所未有的 可能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嚴重的 特朗普還批評拜登政府 在2021年阿富汗撤軍期間 13名美軍士兵喪生之後 缺乏明確和懲罰性行動 他說 13個人被殘忍殺害 我認識他們的父母和家人 他們並沒有開除 他們應該開除所有的將領 所有這些高層 因為歷史上最糟糕的情況已經出現了 而哈利斯沒有任何的表示 也沒有對13個家族在辯論會上道歉 這是非常可悲的 而這個90分鐘的辯論會 我看過他休息兩次 兩個人基本上是精神的疫苗 這一點我們會看得出很清楚 特朗普也說過 你們知道嗎 讓我告訴你這個小秘密 拜登是很恨哈利斯的 拜登無法忍受哈利斯的 那那些左交媒體就說 這個沒有辦法提出任何的證據之下 說這一點 各位 就是說 我想大家要搞清楚 這個下觀事實 拜登很多的怨言 他恨的是深層政府 那些什麼 希拉利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Nancy Pelosi 而這個哈利斯 這個他的副手 竟然跟著這些想拔他莊的人 在一起 他不肯 這是 common sense 我們說話是否需要每一一有證據呢 譬如說很簡單 你有沒有看到我今天窩過療 那我今天有沒有窩過療呢 所有人都知道我有 證據呢 拿出證據來 所有人都知道我今天窩過療 不是我今天已經死了 已經 可能已經進了醫院了 是不是 你可以一天不窩療 我覺得很難理解 是不是 你可以不吃飯 也很難不窩療 就是這些是 common sense 如果你要用 evidence去證明的話 那什麼都沒有 要跟你說一個 common sense的東西 你跟我說 證據何在 這些左家媒體最喜歡這樣做 但是他沒有用同樣的標準 去對付這個哈利斯 基本上是雙重標準 OK 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要搞清楚 59歲的哈利斯 想對這個78歲的特朗普 想贏他 其實不容易 而這件事的話 我想是時至今日 我們看到各界的說法又不同 我覺得有很多的一些左派媒體 評論人 就基本上就是 哎 哈利斯好啊 行啊 你看看 他講到墮胎 講到 1月6日國會山莊事件 你看看 特朗普沒有辦法攻擊 哈利斯的自由主義的立場 即那些激 自由主義 不是自由主義 自由派 極左派 進步派的立場 而作為變革候選人的不足 以及移民和經濟對他有利的領域 完全是說 特朗普做不到 有這個左派的人這樣說 甚至毛就說 犯了一些大的錯誤 為自己1月6日的事件中行為辯護 引用可疑的網絡迷因 以及重提2020年的大選爭議 但是我說 那些2020年大選爭議 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到今天 特朗普只是說出 他一直質疑這個選舉結果 很多的情況 例如自由時報 台灣就說他不服輸 但這個不是叫不服輸 他都說得很清楚 我不會會 現在不要推翻你 overflow你 沒有 但我就說 這場選舉的選舉結果 很顯然的 有很多的造票痕跡 或者沒有做票 選舉不公的痕跡 而這件事分分鐘 在今屆會出現 這件事 在Georgia 他不能夠贏到的 是因為Standing的問題 什麼是Standing 就是說你今天是總統 OK 你沒有辦法 在那個地方 成為一個 原告色格性 即是說你適合這個 原告的資格 的這種eligibility 你不符合原告資格 根本沒有一個case on the Maris 他已經沒有講到 Maris 沒有講到真正的case的利弊 善良 就是有沒有道理的時候 已經沒有辦法收取的案件 已經不受理 所以並不是Trump打輸官司 是Trump根本沒有辦法進入法院程序 因為他沒有Standing 所以我說去到今天 有沒有司法上很清晰說沒有造票呢 沒有的 沒有的 只是說在法律上的一些條件之下 他沒有辦法有效地開展任何的一些官司的打法 那這個質疑 由我離開自由亞洲電台 桑海神州節目 到今天我始終是堅持的 這個質疑 你要去除這個質疑的 請問 你有沒有問過一些在美國真的投票 而反對過2020年的選舉公正性的人 你有沒有問過他們的意見呢 維珍尼亞洲我的朋友 他基本上 看得到很多的幽靈人口在投票 很多的跨州人口在投票 死了的人在投票 不收到Foto ID就可以投票 而甚至今時今日 2024年加州甚至無話 必須禁止別人 選擇 要求投票人出示Foto ID 這是什麼州 即是我就說今時今日 已經去到一個非常惡劣的地步 但是加州算了 加州一向都是南州 它不應該大局 但是這些搖擺州又如何呢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OK 當然 當然 每一方面都是在說對方在說謊 我覺得這件事是大家明白的 有些評論人是覺得雙方平手的 OK 有人說 特朗普不單止戰勝了尖酸黑薄 而且不真誠的Harris 還戰勝了立場偏迫的APC主持人 這個評論人就叫做 Polge Queenie Queenie 他就說 認為特朗普在這個辯論中 大部分時間保持了清晰和真誠 有效地霸解了Harris的陳康濫調攻擊 尤其在結尾的Closing statement裡面 結尾陳詞裡面 直接向美國人民傳達了他的訊息 法律分析師Aaron Solomon 就認為這場辯論是平手 他表示Harris未能對特朗普 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打擊 而特朗普也成功避免了Harris的挑釁 FCB Radio Network的執行長 Darville Morrow 認為辯論結果是平手 他表示Harris在辯論中更加自律 但缺乏實質內容 即是控心老觀 而特朗普就表現得絕絕逼人 但將太多精力放在為自己辯護 而不是主動攻擊對手 或者去解釋自己的政見 多立記者Michael Tracy 都認為辯論是平手 不過他暗示批評Harris 表示任何一位認真吹捧 小布殊時代 共和黨籍前副總統切尼 就是Chinney 背書的候選人 都必須被宣告為自動的書 即是他還在說Chinney 還在說這個 在辯論中也有說到 John McCain 還在說這些小布殊 他們這幫共和黨建制派 華爾街集團深層政府 直谷集團 荷里活 非常扣在一起 其實基本上全部 以前左右都是這幫人做的 特朗普就是基本上 Mega 就是把這幫人排到 反對這幫人 所以他獲得了很多基層的人 公會的支持 這個就是共和黨 肉火重重生的一點 也都返回到最基本的 就是保守主義的基本價值觀 因為保守主義的基本價值觀 並不是有利於富人 而剝削窮人 保守主義的價值觀 就是follow God's path 跟上帝的路去走 而不是跟人的路去走 我不是說神棍式的上帝的路去走 而Christianity 它本身有很多 俗世的一些上帝的路去處理 尊重傳統 自由市場 憲政民主 共和優於民主 法治優於民主 每個人本身 他有充分的權利 可以發展自己的東西 但是他生活在一個 有法律與秩序的世界裡面 任何的改變 漸進改變 不可以做革命 而是需要做改良 這個是一個 基本的一種生活的形態 有些地方 非洲、中國 未必這一套 完全是用這個方式來做 但是 一旦你去到穩定的社會情況之下 應該要這樣做 它不會香噴噴 不會像一大堆 川菜、湖南菜那些麻辣味 它會做到的 就是一種淡淡如流水 而使得我們的人生 和制度過得更好的方式 這個就是古典自由主義 而不是左派的新自由主義 明白這一點很重要 那麼 譬如說 也有Defense Priorities的研究員 Daniel De Petrus 認為 就外交政策來說 辯論結果是平手的 我覺得不是平手 肯定是特朗普贏的 那這位Daniel就說 Harris沒有具體說明 他將會如何促成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停火 只是重複講 需要停火 他說以色列可以自衛 但是需要停火 這些東西說到尾 拜登搞這麼久 搞屎棍 搞Anthony Blinken去那個地方 現在戰火重現了 因為你對話的對象 不是哈馬斯 你對話對象找些什麼 這個Jordan 你找一些外面的國家 做炸糧傳話人 有什麼意思呢? You speak to the right person in the right way in an effective manner 這個就是談判 Out of the deal Donald Trump做得到 都講到了 當時這一幫塔利班 就是這個 你看看Harris就講到 你最離譜 大衛營 歡迎那幫塔利班 可以來大衛營見面 看看你 多麼沒有價值觀 多麼離譜 同於恐怖分子見面 我們這些小學雞就很離譜 我們在外面做大茶飯的 是要這樣做的嗎? 特朗普就基本上 免得搞聰明 他跟你說一句 我對塔利班怎麼做 立即打電話給他 跟他見面 給他一張相片看 你老婆在這個地方 你家裡是這樣的 嚇到他鼻子 那裡的侮辱 幾十個月都沒有美軍被殺害過 塔利班是這樣被震懾的 而伊朗在四年裡 一滴石油都拿不到 基本上 中國 特朗普跟中國說 如果你買伊朗一滴石油 以後你全個國家 全個中國 不用知道跟美國做生意 接著習近平就 腳都軟了 好了 一到拜哈政權上來 全部對於伊朗 鼓掌就覺得要塑造一個 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之間的勢力均衡 結果什麼呢? 伊朗坐大 坐大之後就是以下衝突 你沒有伊朗 沒有中國 後面怎麼會有哈馬斯攻擊以色列呢? 同樣道理 2021年 當時你不是蒼黃撤軍 亂撤軍 阿富汗 13個美軍死亡 怎麼會有未來 跟著出現 2022年2月22日的 俄烏戰爭呢? 而這件事 是誰過錯呢? 那 Carmen Harris要搖頭 說這個沒有關係 說真的 大家看歷史的 誰有關係 大家心照 是不是? 那麼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要看回什麼的政策是有來的 你今天是抗中優先還是抗俄優先? 你繼續民窮塞進 不斷拖延戰爭 每天N個人死 而死的人 好像完全死不足惜一樣 還是你要造就 澤連斯基那種光榮的地位 然後呢 踩出一堆白的骷髏骨 而堆踏起一堆 這個烏克蘭救世主的地位呢? 而這件事就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我們要的是propaganda 要是這些fireworks 要是這些煙花 要是這些煙花 還是說 我們要實質的東西 這才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OK 所以我想 今天呢 因為很多的東西要講 即是我都沒有辦法 去將所有的細節 逐一跟大家研究清楚 但譬如Taylor Swift去撐什麼什麼 這些全部是左媒撐出來的 希望呢 高捧他 Taylor Swift去撐Harris 由始終都是他撐的 今天沒有辯論 有辯論 他都會撐他的 LGBTQ 女性權益 這個是去回左派基本的原則 所以這一點是重要的 我覺得這一點是重要的 當然有沒有講過中國呢? 有 曾經講過一句說話 這個Harris就說 你Trump呢 對於美國是美奸 為什麼美奸? 因為你幫中國 哇 那幫左膠 民主黨的對中國很軟的 都不會這個 很硬的 不會軟的 各位 這些Lib Service 你會相信嗎? 他在電視片中說 指控Donald Trump執政期間 出賣了我們 說得收 他說 美國在Trump推動的政策 將美國晶片賣給中國 變相促使 中國軍事現代化 喂 今時今日 美國晶片賣給中國 如果 我問你 今天 美國晶片 尤其是一些低階的 有沒有賣給中國呢? 有嗎? OK 你不可以說現在沒有嗎? 以前有嗎? 第二件事 在Trump時期 賣的晶片 賣的晶片 基本上是當時剛剛開打貿易戰 你用2021年、2022年的情況 如果Trump執政 更加會對中國凶狠 你以今非猜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美國賣什麼晶片給中國 由此而終 由Trump的時代開始 已經遲遲限制 高階晶片 不能去賣給中國 你說拜登裡面 在戴琪的主導之後 會不會對於ADML 或者其他的美光局 各方面的東西 有更多的科技戰的管轄 有更多的措施呢? 有 但這些措施 在Trump的時代 還未完全暴露嗎? 當時是重點打華為 重點打中興 記得嗎? 這個已經做到 你說對中芯國際的遺照 已經開始了 跟著之後 政權不讓他們奪權 所以說 將美國晶片賣給中國 我沒有否認 有 到今天都有 是一些低階的 厚一點的晶片 而這件事是否完全禁絕呢? 你問我的希望 一禁絕就等於剪斷 OK? Trump就怎樣回答呢? 我覺得回答得一般 Harris說 你的政策將美國晶片賣給中國 變相促使中國軍事現代化 Trump就說 中國拿到的晶片 是來自台灣的 OK? 這個就是真正的尼泊 他們 中國 是由台灣買入晶片 我們幾乎不再製造晶片 美國哪有Made in America的晶片 中國拿到的晶片 是由台灣做的 台灣做到的晶片 美國是不是要設限呢? 而拜登 你有沒有設置限制 台灣 你台積電啊 什麼聯電啊 什麼聯發波啊 做過什麼 你們這些公司 做過的科技設備 是不是通宗呢? 台積電 有沒有中國製造晶片呢? 有啊 他拿的是什麼技術? 美國技術啊 那我就同一個道理 你做執政 四年裏面做過什麼事? 你要撒狠的 我們一起撒狠吧 我就說 今時今日 Trump說的沒錯 中國很多晶片都是台灣賣去的 Harris在不斷搖頭 搖什麼頭? 擠眉弄眼搖頭 一個傻笑 我就說這些東西吸引一些傻人 傻人 對我來說 不起任何作用 我們幾乎不再製造晶片 背後原因就好像民主黨的理念和政策 它進一步抨擊 這件事是說給大家知道什麼呢? 台灣的晶片不能賣去中國 這個是美國的一個破口 而這個破口 台灣可以做到多少? 可不可以做快樂第三天呢? 我不想做 你要做的都不是台灣做 是印度做 台灣做不到這件事 台灣一定要緊緊美國 這個Trump還有一步抨擊 他只需要用Day 他們 這個地方 而不用She 是因為 Carmen Harris沒有自己的政策 是後面 他後面那幫指揮 他那幫搞屎棍 Nancy Pelosi 這個Clinton 跟著奧巴馬 這幫人 後面還有George Soros 那幫深層政府的成員 在搞這麼多事情 華爾街集團搞這麼多事情 而Day 才是真正 想支配民主黨的人 可見呢 是多麼離譜 所以我說這個辯論 90分鐘 沒有可能用90分鐘 翻譯成中文給大家聽 但基本的一些重點 我相信我已經是剛剛的 這個評論裡面講到了 希望大家都明白 就是 不要專注在八卦式的花生裡面 講清楚 誰能夠表述得出 治國方略 Trump有 Harris很少 That's it OK 講到這裡 下次見